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则是为了更好的计时劳作 二则也是基于星斗崇拜 从而产生观星象 瞻星术的精神寄托 日月星辰的崇拜起源很早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星斗崇拜和星瞻之说 在众多的星星当中有七颗星的排列非常有特点 被古人称之为北斗七星 早在新石器时期的先民已开始崇拜北斗 在世界很多文明的记载中 都有关于北斗七星的相关信息 中国早在秦始皇时期就有观察北斗七星的记载 加上古人对天体有特殊的信仰 因此北斗七星也被赋予不同的意义 先民崇敬天象并以天象变化预测人士吉凶 尤其是南北斗主人生死影响颇深 其深层原因即在于古代社会 先民将北斗和吉星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 成为斗吉 斗吉处于星空旋转的中心 群星绕其旋转 好像天空的主宰 而先民以北斗斗韶周旋四指来理定截后 北斗又成为天地秩序的制定者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似乎都是随北斗指向而来临 北斗成为天地万物化生的中心 古人将北斗七星连线 形成一个咬久的斗勺 北斗星在不同的季节和夜晚 不同的时间出现于天空不同的方位 道教说北斗是造化之书机 人神之主宰 有回死助生之功 有消灾度饿之力 按时斋轿将会增寿延年 祸福无量 七星职责分别为 延生、保命、渡饿、消灾、扶衰、散祸、议算等 道经中描述的七星将童子已为其身 这里指出了七星会保护人身 在后世有很多说法 七星之气会结成一星 在人头顶上三尺 这也是民间头上三尺有神明的说法的来历 而光大而明代表善 光明而暗则小 常为善者 常多得福 常主恶者 常多得灾 也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这个光完全消失了 人也就去世了 这里的七星 其实在人体就呼应着人身的七破 破这个字其实很生动 它是用白与鬼构成 鬼在古代代表的不是现代说的灵体鬼魂 而是一种鬼秘莫测的事物的形容 而白应于西方金色 正应于七树 这也是破这个字构形的意韵 为什么为善者就容易得福 因为越善则此光明越显 就会主动改善自己的气场 运气就会越来越好 如果常为恶 其实是在自会光明 所以运气会越来越差 有人会把这个给误解了 认为为恶者 必死的会更快 这个并不符合现实 所以是错误的认识 这个理论是有问题的 朝真拜斗 作为道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人的生死祸福有关 北斗星君 长消灾解恶 南斗星君 长严寿师福 故拜斗是一种为人消灾解恶 祈福严寿的科仪 亦称之为朝真礼斗 除了通过道教朝真礼斗科仪 消灾祈福 驱病延伸外 道家还有一种天由续命真法 天由揭命之窍 传统上称为本命七星灯 所谓七星灯就是指身内七个大的 关键的能吸收和转换高维空间生命能量 气光的位 这七个位分布在人体 如果站在其左侧观之 就正好是一个斗口朝前下方的北斗七星图案 其位名称及七星名称分别是 弹中为贪狼星灯 无目前方须悬一为巨门星灯 泥丸为鹿村星灯 家戟为文曲星灯 命门为连针星灯 丹田器为舞曲星灯 海底为天刚星灯 此本命七构构成人身内本命七星灯 玉点长明灯 当用天由法 孔明当年用外七星灯法以求续命 岂之尚有七斗星灯在身中 徐树知识达命前修得道 乃之内七星灯之妙也 七星灯所主持的七个位 全部是性命双修关键所在 七星灯法用于天由揭命 是以宇宙间灵光灵气为由 以巨灵法之彩聚为天 以存享内观济照为揭 欲得长生先须九世 此九世就是回光内照 忽望悟助而揭命 七星灯法揭命 也就是在练过巨灵法后 由无火阶段进入文火阶段 用意念依次序将此七星本命灯点燃 充分消化吸收所采聚的气光之铜 点灯是用意念顺七星斗刚次序 先一手弹钟 再一手天幕前须弦之一 接着一手倪丸一 再热闹守夹击命门气海底 这些位中夹击是一个关键 夹击双关透顶门 修行净路此为尊 夹击不是指浅表皮肤下 而是指深层脊髓内为中心的一片区域 在七斗星位上 此处也正处在文取星位 文取星乃北斗星之疏星 北斗之转动 皆以此星为中心 加倍在人体之重要位置 也从此星位中可见一斑 道教宣称 星为万物之经 太阳月亮及星辰 各有神明 各有所主 不可冒犯 在道教的神仙体系中 星神的地位相当高 且数量极大 如五星七要 南北二斗星君 紫薇园众星君 太薇园众星君 天士区众星君 紫薇外座众星君 二十八秀星君等 他们分别隶属于紫薇 天皇 窦母管辖 道教以日为大明之神 称为太阳帝君 左南相 以金色太阳为室 他居住在洞阳玉宜宫 招出阳谷 西墨西山 照灵六合 书和万物 简教世人最福 又以月为夜明之神 称为太阴星君 左女相 以白色月光为室 住在洞阴广寒宫 下馆五月 四豆 五湖 四海 十二西水浮 日月加上五星 合称七要 五星为碎星 迎霍星 太白星 陈星 镇星 又称木 火 金 水 土 星君 中国古代仙民 很重视北斗七星 自然界日月的运转 四时的变化 五星的分布 以及人间世事 及胸匹太 皆由北斗七星 所决定 道教形成后 以北斗为天神 加以崇拜 并对之做种种神学解释 根据人的出生时辰 人们的生命被分属于七个星君 所掌管 贪狼太星君 子生人蜀之 巨门园星君 丑害生人蜀之 鹿存真星君 银须生人蜀之 文曲纽星君 毛有生人蜀之 莲真刚星君 陈身生人蜀之 五曲记星君 四位生人蜀之 破军官星君 五生人蜀之 个人根据自己的生辰 即可找到自己的主命星君 据称 凡人于本命生辰 即朱斋日 清静身心 焚香捣住 善无不应 灾醉消除 在众多的星辰之中 还有一位地位甚高的女神 那就是窦老 窦老或称窦母 即北斗众星之母 这是宋代道教神系中 新出现的神灵 据道经所言 窦母泄离五行 升降二气 解智去智 破案除邪 安全胎育 治疗病阿 生成人物 炼渡鬼神 前师要力 直重天一 生诸天重月之名 为北斗众星之母 其形象非常奇特 坐在由七只金珠牵引的车上 现行为四头八臂 正面为天神像 左面为猪像 右面为鬼像 后面为狮像 八臂 分别拿着日 月 弓 剑 剑 印 金绳 己 窦母园君及北斗九皇 掌管世人生死福祸 礼拜北斗九皇 自然妙用无穷 具体说来就是可以 为人消灾解恶 祈福严寿 罪消孽减 驱病 延生 转运等 同时 酒在道教信仰中 为阳术之极 天时得利 农历九月初九日 窦老园君圣诞 九月初一至初九 是九皇大帝圣诞 道观都会举行拜斗 若有众生 虔诚礼拜斗针 则可以消灾解恶 延年益寿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你也可以看看 你头顶的是一颗什么星星 它又会给你带来怎么样的好运 那么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小万 我们下期再见吧